参加这项大游行的人员,包括各国中的同学,义勇警察和各民间团体共一万多人。 游行的行列,今天上午九点钟从综合运动场出发,经过了市区各主要的街道。 连途与扩音器宣传交通安全的重要指纹,并且招呼口号。 台湾游行的车辆也都全部化妆,系上了交通安全的标语,以提醒民众的注意。